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母乌鱼的软潮还有公乌鱼的鱼标就是它们最丰沛最饱满的时候喔 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彰化的乌鱼非常的棒呢 那今天小记者就要带大家去直击彰化冠军乌鱼的制作现场喔 老板 嗨 我要来找你体验制作乌鱼的过程了 好 欢迎 听说我们这个乌鱼是得过全国冠军的耶 没错 全国第一名就在这里 全国第一名这么厉害 这是我今天的荣幸 谢谢 那老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冠军乌鱼吗 好 乌鱼它采下来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动作就是先刮血 它像这个乌鱼啊 这么大片大概要养大概三年到四年以上才有办法到这么大片 所以漁民养殖是蛮辛苦的 那这个有两条血管 那我们就是拆捕过来就是要把它血管刮干净 对 那这个有时候刮不干净 这也是难免 因为这是天然的 那刮完以后我们会腌制 腌制完清洗以后再推出来晒 所以这一批乌鱼籽是今天是第二天 那你看到的这个乌鱼看起来都是金黄色 每一条乌鱼鱼产得软的一天刚出来都是金黄色的 第一天腌完以后它也是要压制 那每一日都要压 因为这个乌鱼 越压压房子越压制 它那个口感会越扎实 会Q弹然后又不腻牙 就是第二天 你看还这么软 那他会越晒越晕 越晒越晕 那跟压扎实也有关系 那老板你们的乌鱼 就是有什么样的秘诀 所以才会得到冠军呢 我们是采取传统日照 就是遵循古法 因为它有经过阳光照射 自然熟成风干 它的香气会比较香 等一下我会帮你介绍 那因为这样子做的话 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每天经过日晒洗礼的乌鱼籽 颜色就像变魔术一般 会慢慢从黄金色到橘红色 再熟成到深红色 晒到第四天之后 会慢慢散发出乌鱼籽 独特迷人的香气 我们这个乌鱼籽有这个肉头 是我们中部地区 彰化原来这边传统的习俗 因为我们要保持这个乌鱼卵完整性 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乌鱼卵就比较不会 容易去破坏掉 那我们一般去市场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分辨 乌鱼籽的好坏 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挑比较好 其实每一片乌鱼籽 我们这个乌鱼籽都是天然的 它纯熟工作没有去做特别的加工 所以它每一片形状都是不太一样的 像这个乌鱼 乌鱼卵的话看起来就是很完整 像有一些乌鱼籽 它就形状不一样 这个是纯天然的 我们没有特别去挤压 这个的话它乌鱼籽品质 卖相就不好 品质是差不多 你看那个大小咖 像如果有一些技术好的 它会把多余的乌鱼籽把它挤到这边 然后再绑起来 我们没有 我们尽量保持它乌鱼籽的完整性 比较不好看的 一样这个价位会 我们会把它打偏低一点 就是它的卖相虽然不佳 但它的品质口感吃起来都是一样的 没错 呈现给消费者都是最好的 林老板说 挑选乌鱼籽取决于客人喜爱的口感 及是否有送礼需求 只要是有严谨制作过程的厂商 都是选择标准 而且如果是买来自家食用 这卖相虽然差一点 但却可以低价减便宜 品质口感还是一样好 而林老板的乌鱼籽品质能如此稳定 还能得到全国十大金赚 乌鱼籽鉴赏大赛 全国总冠军 除了遵循古法 每天先请日晒看顾之外 还有一个最辛苦的才试 就是每天到了傍晚 就需要将日晒的乌鱼籽 推进室内进行压制的程序 隔天早上再拿出去日晒 日复一日直到熟成 你可以帮忙开看看 很重喔要小心 对很重喔 下去要很小力 才不会压坏 有时候就是压力太大 那个乌鱼卵有时候会跑出来 可能会一边高一边低 对对对对 这样就好了 因为这个是第四天的不能压太重 那像这样压大概要压多久 压到结束压到它干 然后我们把它拿去包装 对那每一天的重量都是不一样 比如说今天四天就是四块 那五天就是五块六块 这样一直增加 会越压越重 它乌鱼籽的扎实度才会够 才会好吃 这就是我们的诀窍 每片乌鱼籽一大小不同 大约都会经过七到十天 这样的熟成过程 才能让韬客们品尝到口感扎实 又不黏牙的美味啦 而除了基本的干接法 今天林老板要教几手 自家人的美味吃法 大家赶快学起来喔 用高粱酒下去烘烤 高粱酒大概一小杯酒就可以 那我们基本上是用这个铁板 会比较安全 那我们倒下去 是让它去炙烧吗 对 算炙烧 然后乌鱼籽稍微擦拭一下 一般我们制作的话 都是已经很干净 但是我们撕开的话 我们会再擦拭一下 然后乌鱼籽整片拿去浸泡 等一下烤起来 它就会有高粱的香气 如果喜爱酒香味重一点的朋友 可以将乌鱼籽静置在酒中 约一分钟 再将火点在铁盘上 以火与酒气来炙烧乌鱼籽 一小杯酒 一般人有时候会把它烤到干 那我们的做法是不要太干 因为太熟的话 那乌鱼籽那个原味会跑掉 我们只要表皮多一个香气就好了 看起来有点恰恰这样 对 对 对 老板这个切面看起来都很漂亮 很光泽 你们会怎么切 才能够切得这么漂亮 我们是用陶瓷刀切 陶瓷刀切斜切的话 它比较不会粘连 就是让它的断面很漂亮 是 没错 老板那还有这道是听说 是你们家庭年节必备的沙拉 是的 没错这个很抢手 非常好吃 这个是开胃菜 那我们一般制作就是有这个 水煮蛋这个小黄瓜 还有马铃薯泥 还有这个苹果丁 然后一些香菜 然后最主要的主角是 这位这个鱼籽 乌鱼籽 它也是先干净过的 对 一样干净过 这个要煎 煎得比较烤焦 它的香气会比较好吃 看你老板大气 毫不手软的 将大量乌鱼籽丁拌入沙拉内 就已经令我们的采访小组 是忍不住 想要赶快大快朵鱼的享用 这到了老板精心款待的 乌鱼籽拼盘啦 哇 这光戳下去 就有种Q弹的感觉 很香 然后吃完再来吃这个 整个搭配 这个乌鱼籽啊 真的有老板说的 又弹牙就是又扎实 但是它不会黏牙哦 它就有种淡淡甜甜 又咸咸的感觉 我们的腌制过程 就只有用盐下去腌 那咸不咸就是时间去掌控 这个需要时间经验 干煎的乌鱼籽除了与白萝卜 蒜苗一起食用 还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水果 来做搭配 例如苹果 水梨等 乌鱼籽的咸香带着水果的甘甜 此家生香 这尾韵是久久不散 让采访小组等不及 想要品尝高粮炙烧过的极品海味了 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高粮煎过的 它的表面就会有一点焦焦黑黑的 就可以闻到那种乌鱼籽更香的香气 老板刚有烤那一小杯的高粮嘛 所以它的这个乌鱼籽里面 会带一点高粮的香气 还有这个焦脆焦脆的口感 跟那种最原始干煎的 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大辣一定要摆到最后 因为这样子可以解油腻 然后又清爽 大一点乌鱼籽 大一点香菜跟马铃薯 我试的 这样一口起来什么都吃得到 清爽 爽口 很清爽 很爽口 就是原本以前在吃这种 马铃薯淡沙拉的时候 就是只有黑胡椒的香气 没想到这个乌鱼籽搭配下去 非常的好吃 它会在那种马铃薯绵密的口感中间 多一点Q弹的感觉 好吃 赞 彰化海域的乌鱼 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而成为台湾出产 优质乌鱼籽的重要地区 每逢过年佳节 都是大家送礼自用 非常不错的好选择 欢迎来鹿港 鹿港 这个艺术整个看起来就是觉得 非常的新旷神仪 来这边旅游真的是非常的好 因为它野生的吃起来 比较会有海鸭的感觉 那本身会有油脂 这种感觉的密度会比较Q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